好 OK 我今天要來講的一個是這個語言 邏輯語 那如果你有把我加為Facebook好友的人 你可能會發現我最近在發的文 都是跟邏輯語有關的 那因為我在學這個語言 那你會覺得邏輯語到底是哪個國家的語言 聽起來真的有點像霸王 但是他不是霸王 那我為什麼要學他 跟各位這門課有關 我們現在這門課是什麼 全名告訴我這門課的全名 計算語言學 所以計算語言學 我們上禮拜和上上禮拜 我們都有做一些相關的程式 那這些程式你會發現說 光是我要處理一個非常幾個字的句子 那狗和貓和追和吃還有一個這個 然後就這些詞而已 那就已經會搞得很困難 有點困難 還不是很困難 有點困難 那如果放到真實世界你會看到 我要真的處理英文的時候 目前的人類基本上是無能為力 我們的科技沒有到那個程式 可以把英文完全處理好 我可以寫一個程式完全去了解這個句子 光是第一個動作就做不到了 我只能認識詞彙 這件事情還有可能 但認識詞彙中間一定還是有一些 我不認識的詞彙 譬如說什麼 比如說某個人的人名 我很可能不認識 但是我可能知道他是個人名 然後電腦現在大致上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他可能所有的詞彙他都收錄在他的字典裡面 現在電腦要記錄一本字典實在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 他的記憶體超大 就算放不下放到資料庫 其實根本不用放到資料庫 現在電腦的記憶體完全可以容納 全世界各國的所有詞彙一次放進來都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他讀不懂 他讀不懂這些句子 他不知道這些句子的哪一部分 是作為什麼用途的 他可能每一個字都認識 但是整體合起來看不懂 那這裡就一個問題來了 既然電腦現在看不懂英文 也看不懂中文 也看不懂法文 看不懂日文 基本上你說有些電腦感覺他好像懂 像Siri那種語音辨識 然後你說OK 他好像懂 但你再深入一點 你會發現他常常弄錯 他其實 你說他懂 其實又是懂非懂 那你說他不懂 他又好像抓到了一些東西 那所以到底什麼是懂 這件事情 對自然語言而言 就是對於英文 法文中文這種所謂自然語言的意思就是 自然產生的語言 這種語言不是人工去做出來的 什麼叫人工做出來 程式語言就是人工做出來的 C語言 JavaScript 這種就是人工語言 人造語言 對不對 那但是呢 自然語言是自然形成 OK 那 你就自然會想到說 OK 那 我可以用JavaScript來唱歌嗎 你覺得你可不可以用JavaScript來唱歌 很難對不對 JavaScript裡面有一些 括號 我怎麼唱 對 很難用那種東西 因為他太多括號了 太多這種 這種 感覺就是 不是人用 你 語言辨識其實上面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即使用現在的iPhone 你也是會有這個問題 譬如說 我常常用那個Android的三星 我那一台來做輸入 然後輸入的時候我講話 他這上他辨識的字 已經還蠻不錯的 幾乎都對了 OK 但是呢 有時候有錯字 我就要回去用輸入法改 那 當 我這樣子輸入好了之後 我再把它放到Facebook或之類的上面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要用講的去講出一段JavaScript 你想想看你要怎麼輸入 括號 對對對 你說Function 然後呢 就像剛剛的understand 括號 A 括號 B 然後你會覺得很難唸 然後最後句號 問題是 當你唸句號的時候 他出現的是中文句號 他出現的不是那個句號 句點 他好像不太能判斷 到底你現在要的是符號 還是到底你現在要的是文字 這可以說是他做得不好 但在自然語言裡面有千千萬萬的這樣的問題 你要把每一個都做好 很難 理想的自然語言處理應該是怎麼樣 假設今天這件事情真的發生的話 理想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 應該是 我講中文 我講出來之後呢 電腦或手機 或我的麥克風 內建了語音辨識系統 然後呢 他就把我的中文 透過麥克風 講出來之後 自動轉成 對方要聽的語言 在對方的耳機接收到的時候 撥到對方的耳朵裡面 耳機用語言合成的方式 把轉換過的那個 變成英文的東西 發出來 然後 接受者 接受者 就聽到的是英文 這時候如果這種技術真的成熟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就沒有語言格而已 意思就是 你再也不用學英文 你再也不用學法文 但是你講的話 英國人法國人通通都聽得懂 只要他戴上那種耳機 你戴上那種麥克風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是現在做不到 做不到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第一個 你說語音辨識目前沒辦法做好 那我們把語音拿掉 那語音合成可能講起來不好聽 我把語音合成也拿掉 我在Facebook上面 我用中文聊天 請Facebook幫我翻譯成英文 直接轉給另外一個人 他看到他就是英文的 這樣行不行 我就跟他用打字聊天 我有沒有辦法現在我們做一個系統 我就是這樣子做 假設Facebook是我見的 那我就在Facebook裡面加入這個功能 你跟外國人聊天完全沒有障礙 現在最強的發音系統 基本上就已經是Google 你就把你的話給丟到Google 然後讓他翻出那個 英文版 不正確耶 對 但是現在全世界做得最強的翻譯 大概就是Google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我們技術程式的能力 也就到這裡 目前的技術程式能力就到這裡 Google可以做出自走車已經拿到駕照 已經開了好多年 現在已經要商品的話 特斯拉打算把自走車放在 好像今年底要出的一款 車子上面 已經有人在開那個自走車在路上 爬爬照 不是開 他是不用開 因為他就坐著 然後他要控制自己 千萬不要用手去開 那種很違反人性 因為你會開車的人自然就會放上去 但是他就要逼自己不能開 那結果發現這種車更安全 為什麼 人都會比較任性 對不對 但是機器不會啊 他會忠實的按照你的安全去做 台灣 你講對了 其實台灣會比較困難 目前這些 所謂的自動車 他通常適用的地方 像美國的加州 地比較大 對 地又大又平 然後 路況又OK 對 然後沒有 那個地理資訊系統已經幾乎是完備的 沒有那種他不知道的路 每條路他都是走過很清楚的 對 對 不知道他能不能電池龍捲工的東西 對 應該不會啦 龍捲工都隨機的 所以其實像這種 就是自走車的技術 我認為 已經可以商業化 不然特斯拉不會做這種東西 他完全可以商業化 只是他的商業化還是有限制的 譬如說他拿到印度的 那個首都 新德里去 不行 因為那個地方到處都是牛 什麼的 然後呢 人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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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會有很多問題 但是在加州 就可以 加州是一個寬廣 而且有秩序的地方 所以 當然他 他 車還是有可能會有風險的 譬如說 人就是故意要去撞他 那怎麼辦 沒辦法 就是有可能會撞到 你就算人去開也是會撞到 像我們開車的人 通常 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巷子有人突然衝出來 蛤 就撞上 怎麼辦 有人撞到嗎 在那個車子前面加一個感測 感測器 你要煞車來得及才可以 對 感測到那0.1秒 按煞車 你也來不及還是會撞 牛頓力學定律啊 如果你在非常緊急的煞車 那個煞車就算你做得很強大的情況之下 你會翻車 對 對啊 也不要這樣自己來自車 對啊 所以像 你知道 你們在騎車的時候要小心一件事情 很多 騎車要小心很多事情啊 比如說 其中一點 我們學校的同學常常摔車 幾乎每年都一大堆的同學摔車 搞不好 每天都有人在摔車 但是 當你騎車的時候 我們其實考駕照的時候都考你 什麼S型啊 什麼那種東西 但事實上有一種東西更應該考的 我們沒考 考什麼 考 你對 安全的概念 你怎麼樣子開車才會安全 怎麼樣子騎車才會安全 這種東西是我們沒考 但這個其實是最該考 什麼樣開車才會安全 怎麼樣騎車才會安全 騎車 一件事 不管是騎車開車還是走路 第一件事情 你要注意到 內輪差 什麼叫內輪差 對 對 對 它就有那個角度 對 就是 一台很長的車 一台很長的車 這樣子經過的時候 它要轉彎 它一轉彎的時候 它後面會很靠近你 所以你不能靠它太近 你在前面覺得我離它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到後面的時候它會插撞 越長的車 內輪差就越深 但是我們交通規則的考試或之類的時候 從來不考這種東西 似乎有影片給你看 只是為了 不會考的 對 它從來不考這種東西 但是這非常重要 很多人死在這裡 真的是 就是停在砂石車旁邊 對 尤其是你騎摩托車的時候 你看 如果騎在砂石車旁邊 你千萬千萬 你最好不要做這件事 一旦到了入口 它一轉彎爬 你就死定了 就算你知道它要轉彎 你很可能還是避不開 為什麼 你騎在它旁邊 特別是你騎在它的頭 跟它的頭平行的地方 那它一轉 要轉 雖然你也在轉彎 你也在轉彎 它也在轉彎 但是它有內輪差 所以 你會被擠到道路上去 有可能 你變成沒有空間可以閃 它那個輪子這麼高 有可能你直接就被捲進去了 對 它那輪子都很高 跟機車差不多高 對 很多人就是這樣被壓死 所以當你們騎車的時候 千萬要小心這件事情 那輪差非常 不只騎車 你就算在那邊等紅綠燈 有些人喜歡走到下面去等紅綠燈 而且我們現在都是無障礙的那種設計法 無障礙的設計法 那個車輪很容易跑到無障礙的這上面來 對啊 那是很危險 你們不覺得金門的不算是因為沙子嗎 對啊 沙子金門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 我覺得沙子應該是大陸內蒙古飄來的吧 不是啦 其實金門的沙子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它的道路設計的時候 因為兩旁都是田 兩旁都是田 因為我家就是這樣 兩旁都是田 而且呢 你會發現 像我家在湖南高地 你知道湖南高地在哪 就出去那個大學路 不是右邊有一條路 到那邊有大學院那條進去有沒有 大學院進去之後 就一直往紅色兩東那邊走啊 再過去 再過去就會到湖南了 那你會發現那一段路呢 其實你感覺不出來 感覺好像平平的 事實上它是一直在上波 對 它一直在上波 我們 這一個區塊最低的地方在哪裡 在大學池 可以感覺得出來嗎 有啊 大一就感覺出來 因為大一就在那邊跑一千六 大一你跑上去跟跑下來 那大學池的地方是最低的 所以它的湖也弄在這裡 是有道理的 剛好水可以往那邊集中 那可是 因為 往湖南的那個地方啊 你會發現它的路是 怎麼講 你面對湖南的話 它是 左手邊呢 它是比較低的 右手邊是比較高的 那問題是 右手邊的土呢 它會慢慢的越來越平均 本來是斜的這樣子 後來它會越來越平均 當你開了一條路的時候 那個路就變成土之間的分隔線 可是問題是 土越來越平均的時候 它會變成說 土比路高 土比路高 土就會蔓延到路上面 所以你在那段騎車的時候 你很容易摔車 因為土比路高 那土蔓延到車上面 車子上面都是沙子 沙子你 車子一旦經過 沙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抓地力不足 因為沙子會讓你的輪胎 沒有辦法殺住 所以就會出狀況 很多就是 就是因為這樣子雷殘 那雷殘還好 那如果後面有車就殘 所以在這邊順便提醒一下 騎車在金門有很多這種問題 所以 人其實不是很可靠的東西 你要一個人24小時或者是 一直很專注地做某些事情 是不可能的 開車也是一樣 人開車就是會恍神 你沒有辦法讓一個人說 我一直很穩定的像機器一樣的工作 是不可能 但是機器可以 雖然電腦會當機 但是現在有雲端 對不對 你一顆CPU會掛 我兩顆嘛 有備源 對不對 這顆不行的時候 這顆趕快起來 OK我可以這樣子做啊 OK而且電腦CPU掛掉的機會很低 一旦你有兩顆備源的時候 幾乎是不可能會同時掛掉 那個機率就會 就會變成跟太陽掉下來的機率幾乎是一樣 所以當你這樣子做的時候 幾乎就沒有車禍事故 如果未來通通都是自動駕駛 基本上你不會有車禍事故 所以特斯拉為什麼要做自動駕駛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可是這樣呢 這樣反光過來了 會越來越退化 但是一方面退化可能另一方面會進化 因為你可以省掉開車的時間 對啊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可以用手機 你可以看書 你可以幹嘛 對 你那些時間全部省下來 你只是人在車上 而且像特斯拉這種電動車裡面 特別寬敞 因為它不需要引擎 現在車都越注意寬敞 因為它是電動車嘛 它不需要傳統的引擎 所以它的空間特別寬 你在裡面可以做的事很多 那這裡就回到一個我們剛剛的問題 自動駕駛成熟 但是自然與人處理 為什麼居然比自動駕駛還要難 為什麼它比較難 連Google都做得那麼爛 它真的很爛嗎 其實它已經是幾乎全世界最好 它挖了多少做機器翻譯的人 進去你知道嗎 它把我們做機器翻譯領域的最強的人 給挖走到它的Google的實驗室裡面 做出來的東西還是只能到這裡而已 所以你看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困難 那光是翻譯就做不到了 更何況 理解之類的東西 更困難 所以Siri只能到那個程度 Android手機的 Android手機版的類似Siri的東西 也只能到這種程度 上次我們都有給大家看過Siri的影片 但是這是不是代表 我要處理自然語言這件事情無解 不知道 因為只是我們目前的科技水準 沒到那個層次了 目前的方法還沒有辦法很好的處理 那這是不是代表 那我們就不需要做這件事了 那如果不是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我應該跟各位講過 其實我已經沒有在做自然語言的研究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研究了Siri 我覺得我這十年沒有做出什麼東西 我從什麼時候開始做了十年 1996年開始我都做自然語言處理 一當兵退伍就做自然語言處理 我到了中研院 中央研究院南港的店 去許文蓮的實驗室做自然語言處理 他們有做像那個自然輸入法 那其實他的企圖心就是在於 從輸入法開始做整個自然語言處理 然後讓電腦可以了解中文 英文這些東西 但是我在那邊做了兩年 看起來有些成果 但是我覺得距離好遠 比如說他們那時候做了一個東西 有一個同事叫陳一修 那他做了一個東西 那是他的博士論文 他做了什麼呢 他做小學數學題的自動解答 小學數學題自動解答 這件事情做得大 你稍微去想一下小學數學題 都怎麼樣 你把我兒子的課本拿出來就會知道 對啊 他說小明有五個蘋果 小華有三個 請問他們一共有幾個蘋果 對不對 所以最後你就只要抓到幾個東西 第一個 數字 第二個 到底是什麼運算 好 結束了 你就把它算出來就好 對不對 但有時候是減 請問他們總共差幾個蘋果 或之類的 有時候是減 請問誰比誰多幾個 請問誰比誰少幾個 所以在這種很受限的領域 其實我們的程式是有辦法做到蠻不錯 所以當初他做小學數學的時候 他本來做一年級的 後來做二年級的 做三年級的 後來可以做到幾乎六年級的 上國中就不行了 你叫他做幾乎證明 那沒辦法 不行 但其實如果要解連立方程式 電腦解的是超好的 你只要把數字輸進去就可以 可是你要用自然語言去講出來 是很困難 連立方程式的自然語言 怎麼講 那個矩陣 這個矩陣 然後兩個相乘會 不好講 你會講3s加5等於8 這還可以講 再更複雜就會覺得有困難 那這個部分是這樣 就是自然語言目前在受限領域可以做得好 但是在一般領域 你把CNN的文章丟進去 你把我們的蘋果日報的文章丟進去 他看不懂 他怎麼知道說這一篇是在講 比如說蔡康永要離開康熙之類的 他怎麼知道整篇的意思是這個 他怎麼知道另外一篇呢 是 比如說像最近的政治事件 換柱的政治事件 他怎麼知道那一篇是在講這件事情 甚至各位有聽過周杰倫的菊花台 菊花台怎麼唱 有人 有誰呢 當場 唱第一句就好 第一句 不會常用念 忘了忘了 好 這首歌我告訴你 你的淚光 露落總帶上 慘白的月彎彎 勾住過往 夜太漫長 凝結成了霜 我一生在智商 雷風吹亂 菊花亂滿地產 你的笑容已彷彷 花落人短腸 我心思靜靜湯 黑風亂也未央 你的影子見不斷 獨留我孤單在湖面 成霜 對不對 好 問題來了 這個歌詞是什麼意思 你的淚光 露落總帶上 這還好 我們可以看得懂 慘白的月彎彎 勾住國王 這個電腦怎麼理解 這個電腦怎麼理解 他就理解出國人 然後一把月彎彎彎彎彎彎彎 你男人 我有看到那一篇那個小孩 儀式地震嗎 他說 李白在季任嫖儀時 然後呢 就是看到床前有一個叫明月的女孩脫光光 她的皮肤好像地上的霜 然后举头望明月 抬头看到这个妓女明月姑娘 低头失故想到 低头就想起在家乡她的老婆 那个李白的诗你怎么理解它 自然语言就是有这种东西存在 你怎么理解它呢 没办法 你一层又一层 你也很困难 困难的不得了 它太多不只是国文 它有无言语言跟证证 一些太多了 太难了 那怎么解释就这样 那像刚刚那个周杰伦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那时候就在做自然语言的 所以我就在想 我到底怎么样子让电脑理解 惨白的月弯弯可以勾注过往这个问题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就没有办法 惨白的月弯弯可以看谁个人 惨白的 因为勾注是一个东西 所以高通不止 惨白是心中指月弯弯是个人 惨白的月弯弯 还可以勾注过往 过往怎么勾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的语言里面 这个东西实在太难了 所以你说自然语言处理做不好 你不能怪Google啊 不是因为Google故意要把它做烂啊 是因为现在技术的办法 你手也不领解 对啊 他就是没有办法 你把周杰伦的菊花台丢进去Google翻译 他还是会翻出来给你 问题是他到底翻了什么东西啊 我们当场把菊花台拿出来给Google翻译一次 好 菊花台歌词 好 菊花台歌词来翻一翻 好 这里就一段就好了 太长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弄 好 Google翻译 好 哇 来了 可是他翻译成简体 我现在是要翻译英文 我们来看一下菊花台的Google翻译 到底翻成什么样啊 这有点小 要大一点看看 也不能太大 好 这样就好了 耶耶耶 不行 他这样子的话会折行 所以我还是回到原来的 你的泪光柔弱状态上 Enjoy the tears in your delicate pale curve hooked in the past months 在上一个月的时候 然后呢 受伤的眼泪在你的这个delicate 可能是柔弱 柔弱 而且pale 柔弱 pale是应该是惨白嘛 对不对 pale 克服的弯曲的 有勾子的上个月 到底是什么东西 夜太漫长 night to long 不错 夜太漫长 这句翻对了 然后呢 condensed into ice cream 变ice cream 夜太长被浓缩成冰淇淋 ok 然后呢 is who despair in the ethical rain 是那一个 是谁 is who 是谁 然后呢 despair despair是什么 despair 消失在ethic ethic ethic是什么 然后 消失在ethic 搞不好是隔楼吧 之类的 然后 rain light scarlet window 为什么会rain light scarlet window rain lightly 雨轻轻的 scarlet scarlet window 就是珠红色的窗 对 然后 我的生活 在纸上 在纸上 fluttering in the wind 这句翻得不错 我觉得 在风中 抖动或者是乱掉之类的 好像这第三句翻的几乎是可以接受 distant dream 梦在远方 遥远的梦 whisper of incense 化成一缕香 the wind in your appearance 就是 随风飘散你的模样 变成the wind of your appearance 怪怪的 不对吗 当然不对 没办法改善 这段译文完全无法改善 对不对 目前翻译只能做这样 有些翻译 其实都是 很多 很多 都独自讨的 对 只能做到这里 这就是我们目前翻译能力的极限 目前自然语言能力的极限 也大概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怎么改善 慢慢修 慢慢修 你真的觉得 你有一天假设你想把一辈子都投入在自然语言中文的理解上面 你就想把一辈子投入在自然语言中文理解上面 然后呢 你就马上就面对到这个问题 我到底要怎么样让电脑理解 你做什么 我看他唱的 我个人的对着 我看一辈子ismo 的对着 我看一辈子就有个人的 那你跟他说 你自己想把一辈子都投入在自然语言中文的 啦 如果我再做個50年我是不是能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認為我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認為我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 Google都是好幾個頂尖的都解決不了 是的 而且是一代又一代的自來源研究者 前撲後繼一個人死了再換另外一個人繼續接力研究 然後就這樣子一直輪一直輪 而且是一大群人就這樣輪輪輪 沒有看到任何的鏡頭 沒有看到任何的 你覺得進展很好的狀況 沒有 就不用學了 你就覺得我離開這個領域算 這就是我為什麼跟你說我不做這個研究的原因 我就覺得 我看到周杰倫這個我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做下去 我離開算 所以 後來我才會去做什麼 我才會去做 像 寫雜誌啊 做開放原始碼啊 這些的 我覺得那個比 比你買一輩子耗在這裡 有意義多了 但是 最近不一樣 我決定回來 但是不是做周杰倫這種 我才會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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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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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會去做 那些同學 看那個賈伯斯那個史丹佛的演講 那個影片 各位有看過嗎 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你们看过 你还记得他里面贾伯斯的第一段 他有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连连看的游戏 但是这个连连看游戏有个规则 就是你往后看你什么都看不到 应该说你往未来看你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你往过去看一目了眼 我觉得我在这一个领域就像这样子 在十年前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应该是说在1996年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 雄心万丈我认为这个问题我可以把它解决掉 所以我去中文院然后再去念博士班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去中文院在去念博士班 我一直觉得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那时候没有仔细想 我没有去想过我到底要怎么处理周杰伦的菊花台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 这是坏事吗 不是坏事 就是因为出生之独不会火 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有多难 所以你不懂得怕 如果你知道它有多难 你不会把生命投在这里 但是正好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懂得怕 你一头栽进去 结果就十年过去 这有点像那个金庸小说里面的白头 一系白头就这样 其实十年很快 一下就过完了 如果你今天就是在一个研究领域 就这样子一路做下去 一下子十年就过完了 那十年了做出什么 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发现 当你看到周杰伦的这首诗 你要怎么翻译 怎么要理解的时候 你最后发现我无能为力 就是无能为力 电脑没办法理解这种东西 至少我做不到 那十年过后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不能再花时间在这里 再花下去的话 我这辈子就只做了这件事 从25岁开始 一直到 就算活得长一点 80岁挂掉 你整整 几年了 55年的时间 都在做这件事情 结果一事无成 你会不会到最后 你觉得很后悔 但是 往往就是这样 你看 贾伯斯 他 大学的时候 念了一学期 然后就决定 下学期我不缴学费 我错学 然后呢 做学之后 他还在你的学院 再继续上了18个月的课 那时候他学了什么 学了字体学 通常是跟印刷跟书法有关的字体学 那个东西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 有时候觉得字体学比较有用 计算语言学比较没用的 但是 当他学了字体学之后 十年过后 他已经是苹果的CEO 他已经是苹果的老板 他可以决定苹果到底要做什么 那时候 他们其实第一代的 应该说一开始一炮而红的苹果二号 苹果二号是一个 是一个这种界面的东西 苹果二号是一个这种界面 整个荧幕都是这个界面 的这种东西 也就是命令 没有图 没有漂亮的字体 没有就只有这样的 这种字体而已 苹果二号 你只能打字 其实在我刚上大学念书的时候 就是电脑 我们的电脑都是长这样子 其他都没有 就只有这一个画面 那 可是 你再回过头去看 他为什么后来被苹果开除 正是因为他把全部的力气都投在那里 投在哪里 投在他用当年的技术做出 视窗界面 做出Word 做出PowerPoint 那种东西 当年是哪一年 1982年 1980年开始 他们就在做这种东西 一直做 做到1985年 他终于被开除 为什么 其实他们有做出一些东西 他们真的做出了类似Word的东西 真的做出了类似视窗系统的东西 而且 很多他们那时候做出来的东西 会比现在的Windows可能 不会差太多 在那个年代 那样的限制 那样的记忆体 限制 那样的荧幕限制的情况之下 他们可以做出那种东西 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 他能做出那种东西 他到底 一辈子在追求什么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其实他人格上面 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比如说他女朋友怀孕了 他不承认他是小孩的爸爸 对不对 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是很奇特的 他一辈子就专注在 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 最强 最美 整个流畅度 最顺 这就是贾博士厉害的地方 这是他的贡献 他的最美的标准 从哪里 很可能就是当年 他在理学大学的时候 学字体学 他为什么跑去学 因为他根本没有学分 他已经是错学生了 他跑去学字体学 绝对不是因为他要那个学分 因为他没有学分 他是去感受那种字的美 贾博士最强的正好是这一点 他感受东西的美 感受字的美 感受电脑系统的美 感受电脑的画面也要有美感 整台的iPhone设计 整台的苹果的iMac设计 他要故意设计成这种曲线 整台机器一体化的放在桌上 没有旁边那个箱子 当初在大家都没有滑鼠的时候 他就坚持要把滑鼠引进来 为什么 他到了全路去把全路的技术 统统都给挖出来 又为什么 就为了要实现 他对电脑的那种 理想或坏情 最后他被开除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 他的想法超越实在太多 但是 那个商品 在那个时期 是没有办法做得便宜又好 所以他最后做出来的LISA成本太高 做出来的麦金塔成本也太高 卖到市场上那么贵的东西谁要买 一般家庭不会买 所以他会被开除 其实是这个原因 他常常觉得说 是因为他从百事可乐请来的CEO 叫做John Scully 说服董事会把他开除 但事实上他是挂在自己的 对美学的坚持上面 对美学的坚持 从哪里开始 从他大学的 字体学课就开始 所以我们往往回过头去看 你会发现说 一切都很清楚 但当你在前面那个点的时候 一切都很厚 他绝对不会想到他在理学大学也学的字体学 影响他一辈子 影响这么深 到最后他连做iPhone iPad的时候 他就坚持要用玻璃 一体成型的玻璃 去做出整个机口 但事实上这个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但是有没有坏处 有坏处啊 对啊 算没了 所以 像我老婆的iPhone 现在上面是裂的 有啊 你只要刷就变一变 我老婆有保险 你知道吗 保iPhone的险不是保人的险 保iPhone的险 那个保险 在买iPhone的时候 他会问你要不要保 买iPhone的保险 一只手机的保险三千块 我那时候觉得 这个钱你也花得下去 一只手机的保险三千块 我的保险一年才九百九 为什么 为什么 对啊 然后 对你就会觉得 但是 当那个真的坏掉的时候 你就觉得 这个保险值得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玻璃一旦破裂 你要送回原厂修 都是一万块以上 对啊 所以iPhone会卖这种保险 实在很奇怪 但是是有大到 那 讲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为什么我要 回到 自然源处理上 我们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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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再来看